四妹 带我回家 我要和陆大舟 好 哥带你回家 鞋子 和陆大舟 我回家 父 prep 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写的长 这个俞成龙是跟咱罗城百姓贴心的人 罗斯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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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大人 还有件事情 心里也是放不下 咱不要战舍 把你关去了 你怪不怪我 罗斯珍 我怎么会怪你啊 快 追 追 追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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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大人 以后 我罗上的本性就得靠你了 靠你了 李大人 靠你了 放心 你放心吧 妹妹 落下轴 死 四妹 我要回家 我要回家 落下轴 好 哥带你回家 走走走 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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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踩回家 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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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爷 这么晚了 你怎么还没睡呢 夫人啊 这两天我总是心身不宁 感觉有什么大事要发生啊 老爷 别胡思乱想了 早点休息吧 谁呀 是你来吧 必有钥匙 夫人 你去看一下 好 是什么人在敲门 君民太太 来人是罗忠古风领的谢德昌 谢德昌 是 这个时候来一定是出什么事了 即是罗忠古风领的谢德昌 快开门让他进来 开门 来 老爷 救我呀 来 老爷 老爷 您这是要写多少啊 写多少 罗程全县各村各站 都得贴一份啊 广西柳州之罗程 偏处山芋 九万大山纵贯南北 然 数十年来地方无主 强龄弱 众暴寡 无依尽土 皆因谢匪当道 恶霸横行 致使百姓无家可归 流离失所 生灵涂炭 如今罗程县衙毅力 必将剿灭罢匪 让百姓居有定所 耕者有其田 本府愿与罗程百姓一道共治 给罗程一片平和安定 写得好 实实在在 一针见血 周先生过奖了 胡大人 于大人 有何吩咐 谢德昌虽然逃跑了 但是他的古风铃 让雷翠亭一把火烧掉 所以是该把 流离失所的乡民们 找回来的时候 于大人所言极是 这罗程多年来 己无宁日 也是时候 让百姓们回归家园 安居乐业 要让乡民们 回归家园 安居乐业 就得发布告示通宵乡 这告示已经写好了 怎么才能发布到 美村美寨呢 大人 这真是个不小的难题啊 小妹 小妹 好 余大人 雷翠亭自负前来 请余大人责罚 本官近日 正乡请你到县衙来 你为何不请自负而来 这是为何 翠亭之前 与大人有约在先 等剿灭谢德昌一伙之后 再问翠亭 夺取官服官印之罪 你我虽然曾有约定 但是你雷翠亭已经将功赎罪 我余成龙如何还能 再行惩罚 功是功 过是过 虽然官服官印是从 谢德昌手中抢得 但也理当治罪 这话有理 将功赎罪也不能乱了律理啊 既然雷大侠和余大人 曾有剿灭谢德昌的约定 那么此约定尚未过时 周先生 此话怎讲 请问胡大人 我们是否将山大王 谢德昌助纳归案了 暂且没有 既然没有把他助纳归案 那么雷大侠和余大人的约定 就应当有效 这个 是 余黎 静阳 给雷翠亭存保 余大人 我保的 我来捡 好 好 还先去 雷翠亭先谢过余大人 请余大人放心 我会尽快把谢德昌抓捕归案 到时 再请余大人问我的罪 剿灭谢德昌这帮乱匪 你也功不可没 眼下谢德昌虽然在逃 但本先发誓 一定要将他抓捕归案 现在罗承县亚继续用人 如果你愿意 本官即刻找你为 罗承县亚的捕头 不知你意下如何 余大人 崔庭这么多年 浪迹江湖劫富济贫 都是因为谢德昌一魂 栽赃陷害恒行乡里 欺压百姓 已知罗承圣灵土台 百姓无处安身 大人如今在罗承 侨匪抚明 便是罗承县百姓的 青天大老 余大人 你才听 感谢大人的再造之恩 愿归顺朝廷 归顺余大人 好 走 雷捕头 驾 本官要到各村各寨 去招呼刘明回乡务農 抓捕谢德昌的药物 就交付你 雷崔庭 绝不辜负大人的重托和信赖 好 快快进去 小妹 各位乡亲 我于成龙这乡有礼了 我今天来啊 是请大家回家的 这些年 谢德昌等贼匪 恒星猖獗 残害百姓 让你们有家不能归 有地不能耕 整个罗承县衙 杳无人烟 荒草遍地 你们其中 有黏衣骨系的老人 还有嗷嗷待哺的孩子 哪个不希望回归家园 哪个又不希望自食其力 哪个不希望过上安宁的日子 余大人呢 可那谢德昌自日不除 我们就不敢下山呀 是不是 就是就是啊 他谢德昌要带回的话 我们该怎么办呢 是吧 是啊 该怎么办呢 想起来 你们不必担忧 谢德昌本人虽然逃脱了 但是他的古风铃 已经让雷翠亭把他烧掉了 雷翠亭 谢德昌的人马 也让我们彻底剿灭了 他永远不敢再回到罗城 来祸害老百姓了 救命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罗城县亚 不是我余成龙个人开的 那是朝廷的县亚 是专为老百姓办差断案 专为老百姓做主的衙门 现在我们罗城县亚 已经开始步入正常的秩序 我余成龙向你们保证 只要你们回到家园 我一定让你们过上 安居乐业的日子 这是罗城县亚 今天向罗城县民们 发布的告示 你们可以回家了 快想本县报上你们的姓名 回玉大人 本人叫牛三宝 是罗城县小长安镇人士 余大人 本人是墨女娃 牛三宝的妻子 也是小长安镇人士 余 余 余大人 我们真的是被逼无奈 才干了这伤体害理的营生啊 我们家原本有四十亩土地的 可是顺之二年间 硬生生地被那柳城县的香绅兰 大兴给夺去了 我们没有了土地 可是我们也得活命呀余大人 我求您饶了我们吧 我们愿意给您当牛做马 来赎我们的罪过 对对对 你们刚才所说可都是实话 实话 草民说得句句属实 没有半句狂言 余大人 我们两口子在九万大山里 也听乡亲们议论了 乡亲们都说您是当今皇上 派到罗城的青天大老爷 乡亲们还说 如今罗城和往日不一样了 可是我们两口子 干了这样坑人害人的事 如今想回罗城看一眼 也不敢 余大人 我求您饶了我们吧 我们保证 我们再也不干客人害人的事了 我们再也不干了 余大人 那本先问你们 你们说你们的土地 为柳城县的乡神蓝大星罢诈 可你们是罗城县人士 你们的土地 怎么会被柳城人罢诈 余大人 我们是罗城县人不假 可那柳城的蓝大星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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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大人 他嘴笨 还是让我来说吧 好 余大人 从前朝崇祯二年起 罗城这个地方的老百姓 就没有了安宁的日子 天天都在打仗 一直到新朝 顺治十六年才算结束 当年战争 打到小长安镇的时候 所有人都跑光了 土地也撂下不中了 可是十几年过去了 等我们再回来时 却发现我们的土地 已经被那柳城县的乡神 蓝大星给无端霸占去了 我们去找蓝大星说理 可他却说 我们的土地是料荒地 是原本就无人耕种的 我们又去柳城县衙告状 可那柳城县衙 根本不管 我们又回到罗城县衙 想请求县老爷帮忙解决 可是 可是没过几天 那县老爷 就被人给杀害了 我们的土地 是再也要不回来了 于是 我们找了家 没人住的大宅子 开了个黑店 谋财但没有害命 我女儿 你们刚才所言 已经全部记录在案 如若要半局不实 本县将判你们欺满官府之罪 于大人 草民说得句句属实 若有半局不实之词 甘愿接受于大人任何惩处 是 齐大人 留步吧 你们给我老老实实地 待在柳城 不许到处惹是圣非 小人谨记 屈大人教诲 来 来 蓝老爷 谢老爷 事情办得怎么样 都办妥了吗 见蓝老爷的 红服和明瓦 事情办妥了 那就好 二位 就展起在我的山庄住下吧 谢蓝老爷 声音援助 行 请 看见了吧 这个就是柳城的蓝大兴 我留在这儿 你赶紧回罗城 向雷大哥和于大人禀报 行 那你可要仔细定好了啊 放心吧 好 于大人 谢德昌和谢永青 到了柳城县之后 就一直待在蓝大兴的山庄里 刚才手下回来报 说他俩中途还去了一趟柳城县压 他们去了柳城县压 对 他俩从柳城县压出来的时候 他们还看到 有一个穿七品官服的官老爷 把他俩送到了门口 看来谢德昌不禁找到蓝大兴 做头的庇护 还专程去拜见了柳城之县曲酒外 现在看来啊 谢德昌已经不再是我罗城 最大的火害了 你的意思 蓝大兴才是罗城最大的隐患 你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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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女愿哪 你们快向本官报上姓名 名女姓韦 名叫韦彩凡 罗城小查安镇龙腾村人士 小女是韦彩凡的妹妹 韦静女 余大人 名女家位于罗城 和柳城两县交界处的三千亩土地 不明不白地被人霸占去了 又一个罗城小查安镇人士 听这位先生此言 好像罗城小查安镇已经有人来申过冤吗 的确 已经有人为了土地的事 向县衙申诉 余大人 我们姐妹二人从顺植八年 就开始为我们家的土地 道出深渊教区 我们从县衙告到府衙 又从府衙告到玄府衙门 一路告下来 却终无结果 听说罗城来了一位新知县 不仅剿灭了罗城最大的恶棍谢德昌 还把苗寨避难的乡民们都召回了城内 并安抚乡民们安居乐业 余大人 我们姐妹俩正是奔着您余大人 于倾天的威名而来的 余大人 小女所言 正是我们姐妹二人 这十多年来所经历的苦难 为师姐妹 请将你们位于罗城和柳城交界处的 田产仪式 与本官详细说 命于裁判 先谢过余大人 余大人 我家祖上 曾是前朝广西晋江王 位于罗城和柳城两县交界处 三千亩藩地最大的殿农 重征十五年 广西晋江王朱亨英 将那三千亩藩地赠予了我家 从那以后 我罗城为氏家族 变成了那三千亩藩地的真正拥有人 可是 就在前些年 新朝颁布了 翻产边下新规之后 我家的徒弟 就不明不白地 被柳城县相生 蓝大兴霸占去了 余大人 我就求求您了 帮帮我们姐妹们 我就求求您了余大人 来 为师姐妹 你们先快快请起 好 你们先回去 回去写好诉状 即刻送到县衙来 是 于大人 诉状我们写好了 已经带来了 好 为师姐妹 诉状本官就收下了 你们刚才的陈述 经调查如若属实 本官一定会给你们一个公正的答复 谢谢于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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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来之前就说了 说他来了罗城就不回去了 不回去了 玉兰舅妈说 他不想再再来不存待了 想跟着你 还有玉玲说 他一个女人家 带着那么小的孩子 跟着我和玉玲怎么能行 那那 那怎么能不行啊 玉兰不跟着我问 她能去哪儿啊 她有地儿去吗 难道让她回莱埔村 受新家梁的气啊 你行 爹 靳阳叔说得对啊 玉兰舅妈还就得跟着你们 她肯定是 这辈子都不愿意再回莱埔村了 这个新家梁 真不是个东西 可我见着他怎么收拾他 有新先生 那么有学问 那么好的一个人 怎么会有这么个溺死啊 新家梁不是新先生的儿子 他是新先生的侄子 哦 是他的侄子啊 是 不过是新先生一手带大的 现在如此不成亲 还不知道把先生气成什么样子 为了玉兰舅妈这事 我姥爷气病了 我娘 在玉兰舅妈面前也抬不起头来 毕竟这事 是我娘出面 为我舅 还有玉兰舅妈 张罗的婚事啊 这么看来玉兰留下来 必回去抢 起码心情会好一些 这当然得留下来了 现在玉兰哪儿都去不了 成龙啊 你倒是说句话呀 一扁的打出个屁来 我都没法说你 老爷 您就让玉兰留下吧 玉兰的性子力 以她的性子 肯定不会再回山西了 我是不会让玉兰走的 爹 我和玉兰舅妈临来的时候 我娘让我告诉你 说 玉兰舅妈要是想跟着你 还有玉兰说 你就让她跟着吧 我娘还说 说 我舅 虽然不要玉兰舅妈了 可是玉兰舅妈 毕竟也是我舅孩子的娘啊 是咱俞家的亲戚 我这次来罗城 是来替奶奶 还有我娘来看看你 顺便把玉兰舅妈也送过来 如今 玉兰舅妈也安全到了 我也就该回去了 对 亭业 家里全靠你支撑 你早点回去也好 爹 那玉兰舅妈她 你舅妈先让她住下来 她到底走还是不走 让她自己来决定吧 这就对了 成龙 要你感到的 你怎么会 wagon 然后莹州 我走之后 你要保重身体啊 奶奶和我娘 最担心的就是你的身体 他们担心怕你在罗城这地界 适应不了 你看爹在这儿 一切都挺好的 你告诉你奶奶和你娘 别让他们有话担心 可是 为你们住得也太差了 这是暂时的 慢慢就好了 路途遥远 你在路上试试要相信 来 爹 那我走了 好 走吧 天忆 爹 还有啥事 没事 没事 你走 爹看着你走 你先回吧 我看着您回 我看着您回 你走 爹看着你走 男儿有泪不轻弹 高高兴兴地回去 好 那我走了 好 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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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韦氏姐妹 你们申诉的翻天爱 本县已做了调查 我这里有一封信 你们拿着这封信 直接到桂林 去找广西巡抚金光族大人 谢谢于大人 谢谢于大人 如今我们真是遇上 青天大老爷了 谢谢于大人 谢谢于大人 快快请起 卫师姐妹 这起翻天案 牵扯到罗程和柳程两线 朝廷规定 衙门之间不允许越界办案 所以你们 先得到巡抚衙门去告 巡抚衙门 会把这个案子再转回来 到时候 本县再着手查办 多谢于大人 为我们这般费心 谢谢于大人 谢谢于大人 为师 既然于大人已经帮你们写了信 就赶快去吧 免得耽误了 是 现成老爷 于大人 周先生 那我们先去桂林了 好 你们赶紧去办 回来以后 有什么情况 及时告诉本县 谢谢于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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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大人 你们柳城县蓝大兴 亲战罗程为家翻田一事 恐怕要闹大 闹大 他为师姐妹告了多年了吧 有什么结果 什么结果都没有 还闹大 还能闹成什么样了 刘大人 你是有所不知啊 这回为师找上了罗承之县 于成龙 于成龙满口答应要主持公道 于成龙要主持公道 他给谁主持公道 他一个小小的欺品之县 要为为师姐妹主持公道 你得问问他 能管得着六成县的事吗 刘大人 这于成龙来到罗承之后的所作所为 想必你也是有所耳闻的吧 是 这于成龙在罗承做的那些事情 我是有所耳闻 可那又怎么样 胡大人 你知道于大人和我们屈大人 那是什么关系吗 这我还真不知道 你们家那于大人跟我们屈大人 是世仇 世仇 什么世仇 什么世仇你不用管 你只知道他们是这种关系就行啊 所以说他于成龙要为为师姐妹翻案 那你先过目屈大人这一关 原来如此啊 这我就明白了 怪不得于成龙肯花那么大的力气 要为为师夺回翻天 如此说来 刘大人 这事还真是要闹大 胡大人 我说你怎么就听不明白我说话呢 他为师姐妹靠上个于成龙 那就能把事闹大 刘大人 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要来找你 他于成龙 不仅让为师去桂林找寻附金光祖金大人 还为了为师的案子 给金大人写了亲笔呢 你是说这于成龙给府台金大人写了亲笔写 是啊 这为师现在已经去桂林见金大人了 好 这如此说来 于成龙还真是想把这件事 打破砂锅问到底 弄出个究竟来 于成龙这个人啊 倔得狠 撞了南墙都不肯回头 所以为师翻天一案 你我还真的要留点心呢 要做好对策 刘成好办哪 关键是罗宠 那屈大人跟于大人是两回事 人家屈大人那对官场上那点事 是打心眼里就明白得很哪 那就好 总之一句话 刘大人 为师这个案子 咱们无论如何不能让于成龙得逞吧 对 先生 来 给我吧 来 一 二 三 你们慢点 把这个东西拿过去 来 接好 一 二 三 先生 好嘞 好 好 大伙加把劲啊 马上就大锅告成了 来来来 慢点慢点 慢点慢点 到这儿去书啊 行啊 把这个搬进去了 你看看啊 咱们这厨房 后衙住着的房子 还有咱两间 关押半月的牢房 跟咱翻修啊 打不一样了吧 那可不是 在于大人的代理下 往后咱们这日子啊 那可是越过越好了 咱们大叔来的时候 这县衙什么样 你再看看现在什么样 这罗程县衙啊 我现在都不敢认了 咱们现在啥都有了 房子修好了 人数也齐了 你看脆堤的人马 做牙役的做牙役 做苦快的做苦快 做苦快 咱这罗程县衙 真是大不移啊 加把劲啊 好 好 老婆 老婆 真的感谢你们 各位乡亲们啊 要不是你们帮忙啊 这房子是修不好的 这县衙也是办不起来的 不可能办成现在这个样子 哎呀 于大人周先生啊 您这话可就见外了 应该是我们罗程的老百姓 感谢你们哪 要没有你们来我们罗程 除掉谢德昌 一心一意为我们办事 这些乡亲们哪 说不定 都躲在苗寨里呢 是不是啊 是啊 乡亲们 乡亲们 我不瞒大伙说 我余成龙四十五岁 出来做官 第一个做官的地方 就是咱们罗程 这是跟咱们罗程老百姓的缘配 对我余成龙来说 咱们罗程就是我的第二故乡 余大人 我们没把你当外人哪 你呀 是我们罗程老百姓 最念好的谢太爷呀 是啊 想你们获奖了 余大人 别忙了 我带我们广西的苦凉茶 小妹 是啊 我带苦凉茶 休息一下 喝点茶 凉茶 凉茶好啊 好好好 来来来 好 乡亲们 喝点水 都先歇会儿 喝点茶再接着干 对对对 来来来 好了再干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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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刘 小子 玩啊 玩儿吗 玩儿吗 你玩过这个吗 好了 来 姑姑带你出去玩啊 走喽 余大人 玉兰 老爷 叫姑父 叫姑父 玉兰 玉兰 这孩子爱笑 走 玩去喽 走喽 玩去喽 玉兰 你和佳亮的事 天忆都跟我说了 都是佳亮一个人的错 贤家人和余家人 真是对不住你 老爷 您千万别这么说 贤家和余家 都是我的亲人 大娘带我就像亲闺女一样 贤先生 对我更是恩重如山 我之所以来罗城 说实话 一呢 是我想我哥了 二 我不想待在莱补村 让大娘和邢先生 为我操心 原来 罗城这个地方很苦 我知道 我不怕苦 那好吧 你先住下来 要住不习惯 再回去 我不会回去了 我哥是个可怜人 他这么大岁数了 也没有成个家 现在我家 只剩下我和他两个人了 我想陪着他 替爹娘把他招呼好 也好 也好 对了 老爷 这是我从家里带来的银子 拿着吧 玉兰 你怎么会有这么多银子 我来之前 把我家在川口村的地给卖了 你把家里的地卖了 我听朝鑫和宝胜回来说 你们在这儿的日子不好过 所以我就把地卖了 换成银子带来了 你拿着吧 玉兰 我在这儿啊 朝廷有凤意 虽然不多 但是过日子足够了 老爷 我知道你现在缺银子 你不是买了好多铜牛 分给乡亲们了吗 你拿着吧 玉兰 你自己收着 过日子足够了 你一个人带着孩子呀 以后用钱的时候多着呢 我上大堂忙去了 老爷 宣 罗承为氏姐妹上堂 罗承为氏为采帆 叩见府台大人 罗承为氏为敬礼 叩见府台大人 起来吧 谢府台大人 你们姐妹 到这儿何事啊 状告何人哪 府台大人 我们姐妹是为我家 三千亩土地 被人霸占而来的 状告的是柳承县乡生 蓝大兴 带诉状了吗 有 有的大人 福台大人 我们不仅带有诉状 还带了罗承之县 于成龙于大人 写给福台大人的一封信 你们姐妹两个倒是来告状 于大人写信给我干什么 福台大人请息怒 于大人之所以替我们姐妹 给福台大人写这封信 是因为我家的土地 是被柳承县人霸占的 于大人您无法替我们去柳承县 查办此案 所以才为福台大人写了这封信 是因为我家的土地 那封信 把诉状呈上来吧 谢福台大人 谢福台大人 你们这趟桂林没有白跑啊 福台大人的御令要求 柳承知县曲酒万 协同罗承县衙一同查办此案 明日你们就随我一同 前往柳承去见曲酒万去大人 好了 谢谢于大人大安大德 好 快起来吧 请起来吧 你们先回去 张先生 明天你我一同前往柳承 去见曲酒万曲大人如何 我自然要陪你一同前去 曲酒万的父亲曲一顶曲大人 毕竟和我在永宁周牙里 一同当差了这么多年 多少还有些情分吧 我想曲酒万也不会不念我和他父亲 这种老交情 那是 我跟曲酒万啊 虽然是北京力部撤迁的时候 见过一面 但是留下的印象还不错 好 余大人 你可别忘了啊 那曲酒万的父亲 曲一顶就是因为你 降之差办的 是啊 所以我心里啊 一直都有欠意 那倒也没必要 我没有辅太大人的御令 我想他心里可能对你有些芥蒂 但面子上 总是过得去 远远不欠 远远不欠 禀报医生 罗承知县 余大人到了 是 报 徐大人 罗承的县令 余成龙 余大人来了 余大人 余大人 有识远迎恕罪恕罪 余大人 快请快请 曲大人好 余大人 京城撤迁一别几年 余大人一向可好啊 好好好 徐大人 你也可能不认识 这位就是 曾经在山西永宁州 与令尊一起为官的 周睿和朱先生 小侄取酒案 见过周大人 你这是折杀老夫 老夫已是平头百姓 快快请起 快请起 小侄常听家父说 多几年 只可惜一直无缘与大人相识 想不到今日竟在这烟杖之地 见到了周大人 真是三生有幸啊 九旗 快 给周大人看座 谁 余大人 周大人 这位是柳城县的县城 刘清禾 刘大人 下官见过于大人 见过周先生 好 好 刘大人好 好 刘大人好 于大人 巡抚金光祖金大人的御令 本县也接到了 既然府台大人有令 要柳城县协助罗城县 共同办理为师翻天一案 你我同为七品之县 自然应该是坐在一起的 余大人 请上座 齐大人 这不太合适吧 这儿毕竟是柳城县衙的大堂 余大人 不管是柳城还是罗城 那不都是朝廷的县衙大堂吗 余大人不必如此拘泥于小节 请 好 请 周先生 请 请 请 余大人 请 请 余大人 你和余大人同为七品之县 又巡抚金大人的御令同堂办案 应该平起平坐 不分高地 这把椅子 请 请 酒七 您是怎么搞的 快去 给余大人换一把椅子 是 余大人 酒办太粗心了 请余大人恕罪 恕罪啊 栩栩小事 栩大人何必自责 于大人 请 于大人 请 请 栩大人 她们都到了 于大人 那我们开始办案吧 好 升堂 升堂 我们去吧 谢谢 草民后见二位大人 为师姐妹 你们先起来旁边候着 谢大人 牛三宝 牧女娃 你们有什么冤屈 现在可以向栩大人陈所 是 大人 屈大人 本人是罗陈县人 名叫牛三宝 她是我的妻子 叫 叫莫女娃 我们家 屈大人 我家男人胆小 嘴笨 一见生人便说不成话 见了官 就更说不成话了 还是由我 来向屈大人陈诉吧 于大人 你看 牛三宝 的确嘴笨 那就 让牧女娃讲 牧女娃 那你就接着你账户 继续讲吧 柳先生 怎么没见于大人跟周先生 她们去柳城县衙了 她们去柳城县衙了 去柳城县衙 是啊 胡大人 你是咱罗城县衙的老人了 樊田的事 你该清楚吧 这事 这事我不清楚 不清楚 喂 胡大人 你在罗城县衙干县衙那么多年 樊田的事 你不该不清楚啊 我虽然是罗城的县衙 可我从来没管过什么大事 您想 那三千亩樊田 这么大的事 我怎么可能知道呢 怎么可能知道啊 刘先生 何大人啊 出这么大的事 不会不知道吧 柳先生 你这是个刀笔小吏 这官场成的事 该知道的知道 不该知道的 绝对不能知道 该清楚的明白 不该清楚的 也绝对不能清楚 明白吗 好 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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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就好 我还有点事 跟胡大人说话真长见识 莫女娃 你沉索完了 胡大人 民女 沉索完了 余大人 你看 是不是该还下一位了 曲大人 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没有 好 你们起来吧 谢大人 唯氏姐妹 草民在 来 你们可以如实 向曲大人陈述你们的冤屈 是 民女见过曲大人 民女为采凡 也是罗城县人士 这位是民女的妹妹 孝维京女 曲大人 民女在罗城和柳城两县交界处 有前朝广西晋江王赠予的三千亩土地 其中两千亩 被于罗城县境内 另外一千亩 被于柳城县境内 被于柳城县境内 顺治十一年 因为战乱 民女一家人去柳州避难 结果等战乱结束回来时 我家那三千亩土地 已经被柳城县乡生兰大兴霸占去了 曲大人 民女恳请曲大人 秉公执法 主持公道 勒令蓝大兴 退换民女家的田产 为氏 你臣诉完了 回大人们话 明明臣诉完了 于大人 您还有没有什么要问呢 为氏姐妹 和牛三宝 牧女娃所言 和在罗城县啊 完全一致 那好 那就好 那就好 好 你们起来吧 谢大人 传 柳城县身兰大兴上堂 传 柳城县身兰大兴上堂 柳城县身兰大兴上堂 米兰大兴上堂 华城县身兰大兴上堂 越兰大兴上堂 他一致可 你可曾将罗城县人士 牛三宝 墨女娃 位居罗城小长安镇龙腾村的 四十亩土地私自占 余大人 草民 草民确实没有经过主家同意 就将其位于龙腾村的四十亩田地 占用了 那你为何要私占他人土地 当时柳城罗城战狼刚刚结束 那看土地根本没有人耕种 草民也是出于爱惜土地之心 就私自占用了 既然你承认属于私自占用 拿官府勒励你现在 即刻将私占的土地 归还原有的主人 余大人 草民愿意即刻将土地归还原主 应对牛三宝一家这几年的损失 给予适当的补偿 好 好 余大人 还有什么要问的 草民一定如实禀告 蓝大兴 拿本县再问 你可曾将罗承县人士为氏姐妹 位于罗承县和柳承县交界处的三千亩番田 强行霸债 好 余大人 这可冤杀草民了 草民从来就没有强占过罗承尾市 位于柳承罗承交界处的一分土地呀 蓝大兴 你可向本县如实者 如有欺瞒 本县将按国家律力 对你进行制裁 余大人 要说草民强行霸占 这 这的确是冤枉草民了呀 蓝老爷 若不是你强行霸占 为何我们家的土地是你在耕耕 为事所言即是 既然你没有强行霸占 那为何那三千亩番田 现在由你来跟踪呢 你可否能向本县讲得清楚 讲得清楚 草民讲得清楚 好 那你就讲来 让本县和屈大人一起听听 回宇大人 罗承为事所说的那三千亩土地 如今的确是在由小人耕种 但那并非小人强行所占哪 康熙初年 朝廷迟时翻产变价时 罗承为事那三千亩土地 早就没人耕种 一直在荒废着 草民 同样是出于爱惜土地之心 便将罗承为事那三千亩土地 按照当时 朝廷翻产变价的规定 花钱买到手里的 你是按朝廷翻产变价购马的 余大人所言极是啊 罗承为事那三千亩土地 其中一千亩 是在柳城境内 另外两千亩 是在罗承境内 在柳城境内一千亩土地 和罗承境内的两千亩土地 草民当时都向官府缴纳了 购买土地的银两 当时的地价是 每亩二两银子 草民向柳城县衙 缴纳了两千两银子 够得柳城县衙那的 一千亩土地 又向罗承县衙 缴纳了四千两银子 够得罗承县衙的 那两千亩土地 余大人 这怎么能说是草民强行霸占呢 好 余大人 这件事情 我想蓝大星 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吗 余大人有什么疑问 请尽管呢 讲得是很清楚 本人还有一个问题 要问一问 好 周大人请 这三千亩帆地 你花钱买来的 你能向余大人出示 你当时购买土地的凭证吗 能啊 余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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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罗承柳承两千千崖 为草民开具的凭据 请余大人过目 一边 支持 early RICHARD 這三千亩土地 该将如何处置啊 余大人 曲大人 草民一生爱惜土地 视土地如命 凡是能够耕种的土地 草民都舍不得令其荒废 一看见 就想把种子拨到田里去 余大人 曲大人 说实话 草民一生不愿意 给官府天忍和麻烦 更不愿意给官府找事 所以 罗程为氏这三千亩土地 草民就再不能给官府添任何麻烦了 草民愿意将 罗程为氏这三千亩土地 归还田主 不过啊 草民有一个请求 讲 因为当时那土地 是草民花钱购买的 草民希望啊 罗程和柳程两县县衙 能将草民当时购买土地的 六千两银子 退还给草民 只要银子退还了 草民即刻就将 罗程为氏这三千亩土地 归还于他 我看 如此处置倒也是合情合理 余大人 您看到 先买 曲大人 还有一个问题 等线啊 还有一个问题 唯氏姐妹 你们可曾收到 蓝大新购买你们三千亩翻田的银两 归大人 我们从未收到过一两银子 徐大人 这个案子还没结束 退堂 刘大人 徐大人 刚刚蓝大星所讲的 县衙曾收取了她购买罗城为室 位于柳城县境内一千亩土地的银子 此事你可执情啊 好 回徐大人 下官知道此事 但具体收取购买土地银子的事 是县衙的主部和典史负责办理的 这笔银子是否还在县衙的账上 下官不值 你即可吩咐下去 让主部和典史共同查一查 蓝大星购买罗城为室翻田的账 看看 这一千亩土地的银子 是怎么收取的 是 徐大人 下官这就差人去办 徐大人哪 账簿都翻遍了 根本就没有当年 为室出卖罗城的两千亩土地的入账记录 可我和徐大人在柳城县衙亲眼看到 当年给他开具的收器截票 那收器截票是不会有错误的 一张是罗城县衙为他开具的 两千亩 另一张是柳城县衙开具的一千亩 都盖有县衙的大衣 既然有截票 就说明为室的三千亩翻地 当时蓝大星的确是出钱购买 而并非强占 周先生 我在想另外一个问题 请讲 既然县衙的账簿上 没有当时的入账记录 那就说明 蓝大星购买为氏翻田的那笔银子 根本就没有入官府的账 分析得非常对 从我们查找的结果来看 蓝大星购买为氏翻田的银子 还真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你们想想看 蓝大星手里有县衙的收器截票 而县衙的账簿上 却没有当时的入账记录 那那笔银子去哪儿了 只有一种可能 一定是进入了某些官老爷 个人的腰包里去 对 不用过多地分析 官府的账簿上 找不到这笔银子 那就一定进了个人的腰包 进了个人的腰包 那是进了谁的腰包 进啊